好,大家好,歡迎來到Cost Club 2022 Day 2 我是上午場的TR409-1的主持人Snow Mint 然後這一軌是Ruby軌的議程 非常高興今年能夠以實體的方式 與大家一起參與年會 那這次的提問方式就是以現場舉手發問 接下來的10.05分到10.35分 將進行本日上午場第一場議程 華語老師到RELS後端工程師 以Ruby為起點 由講者CYHu-Jung為我們帶來精彩的內容 大家好,感謝大家這麼早來聽這個 我本來想說可能只有我的朋友 還有主持人會在這 好,那這就是我之前的講題 那其實我想要講給誰聽呢 就主要是一些猶豫不決 然後既期待又害怕受傷害的轉職觀望人士啦 那現場我想要請問一下你們是學生嗎 還是只是剛好這邊比較空 然後來吃個早餐之類的 對,因為就是看這個講題就知道 其實就是技術比較沒有 就比較不會提到技術方面的事情這樣 那其實還有一個就是已經踏上轉職道路的人 那就是希望能夠藉由我的經驗 幫助大家能夠順利走完這條路 那另外就是還有一些有志想要帶領新手啊 然後一起帶領新手 讓這個社群更茁壯的工程師這樣 那就是希望大家從種子慢慢發芽成長 好,那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因為講到轉職 大家都會想要先知道一些contact 就是我之前是做了什麼 那為什麼我決定這件事情這樣 那我今年33歲 年齡對於轉職的人士來講 其實還蠻重要的 所以我還是會先列出來 那我的學歷是東海大學的會計學士 所以我非本科 那也不是頂大 所以那我的經歷 我之前會計系畢業之後 是擔任資程會計系事務所的審計員 那之後有到菲律賓跟柬埔寨 當成一場外派財務 那在結束之後是去澳洲的做打工度假 那我當初的工作大概就是 餐廳的服務生 還有在場庫當禮貨員 那在我轉職之前 我其實是當泰國國際學校的懷疑老師 所以就是有一些教學的經驗 其實我這個經歷算很多個 那因為我33歲 所以是一段比一段待的時間還長 那在我轉職的時候 我是32歲的時候 去參加五倍紅寶石的亞洲Camp 那我是第七屆的學員這樣 那在課程結束之後我現在 就是這是我第一份工程師的工作 然後也是我現在的工作 我現在是在EasyShip當後端工程師 那在後天我就要入職滿一年 另外附帶一題 怕大家睡著 就是因為有人在家吃早餐的嘛 那就是 沒有我開笑了 就是我完成四次全馬 那這是我的最佳成績 是三小時五十六分 就附帶一題 好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說 我這篇同影片基本上沒什麼技術含量 然後有一些可能會 跟現在的一些資深工程師的想法不太一樣 所以有可能會有點在開地圖炮的感覺 那而且很多都是我自己的意見 那我希望就是能夠帶起一些新的想法 讓大家能夠促進一些討論 那關於面試技巧推薦課程和推薦的語言呢 其實我今天不會講到這些 因為就是跟主題有關嘛 我其實是分享經驗 然後讓大家能夠進來這個圈子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覺得的programmer 其實跟這個圖有一點像 就我朋友覺得我可能在修電腦之類的 那我媽覺得我在打電動 我家人會這樣覺得 就為什麼你那用電腦啊 然後這個社會覺得我可能很帥 就像賈伯斯 這是誰啊 這是 對 這是賈伯斯 是吧 對 然後就是研發一些很酷卻的科技 然後我的老闆就會覺得一直在花錢 那其實我也有發現在現在的公司 就是像marketing跟sales 他們就會常常有一些 老闆就會說 你幫我們拉近很多客戶啊 然後賺很多錢啊 但是工程師比較少提到啊 因為我們其實比較少 雖然說核心功能都是我們做的 但是比較少為公司帶來立即的效益這樣 那我覺得我可能是一個像藝術師 藝術家這樣 我的call要看起來美美的 很乾淨 然後跑起來很順 但是其實我真的在做了很多時候都是在救火 那就是一些bug啊 然後或是說 老闆突然想要這個新功能 然後我們趕快把他趕出來 就有點像這樣 那今天我會講的是轉職前的選擇 然後還有學習中的題目轉職後的發現這三個部分 那剛好就呼應了我想要跟就是我的對象啦 我一開始講的就是希望能夠在轉之前轉職中和你轉職後有一些想法 那在轉職前選擇的話呢 我覺得最多人會問的問題是會不會程式語言聽起來就很難 然後我數學不好什麼之類的 那我真的適合嗎 那我簡單講我覺得啦 乍看之下都很難 看起來真的很難 天啊 然後你都一直在鍵盤上工作 然後我適合嗎 真的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我覺得如果你想要嘗試的話 其實就是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老師 我比較覺得當然會有好老師跟不好老師之分 但是我覺得就算好老師 但是是不適合你的老師的話 他也沒辦法為就是為你帶來更多的想法 還有為促進你自己的成長 所以真的要找到適合自己的老師 那說不定別人覺得壞老師對你來講確實很適合你的老師 所以這都是要自己去觀察 去鑑別還有自己思考這樣 那其實就是把頭洗下去就對了 你沒有開始就沒辦法去比較說 這到底是不是適合我的 所以就是開始做 你就會有一定的想法 那如果大家就對程式語言套起的話 我個人是覺得Code Academy 這個如果英文好的話 這個網站可以幫助你蠻多 然後也可以用非常簡單的方式 帶你順過一遍你想要學的東西 然後讓你知道這個產業在做什麼 所以推薦給大家 那既然如果你真的決定把頭洗下去了 那第二個會問的問題就是說 那我要去哪裡學 我學習資源去哪裡找 那其實啊 Google是你最好的老師 我覺得啊 就是你只要你打對關鍵字 或者說甚至現在這麼多人在討論這個話題的情況下 你上去找絕對有一大堆文章 那甚至它還會跳出很多教學網站 或是一些心得分享 那上面都很多 那你看稍微掃過一遍之後 就會對這產業有一些很迷茫的印象跟想法 那至於你要怎麼選跟怎麼用 就才是這最大的問題 學習資源太多了 現在你怎麼找都有 市面上很多課程 那很多管道都可以讓你自己去學這個東西 那其實我個人覺得 課程或是說 教學學習的資源 主要可以分成一些 那我先用實體和線上來分的話呢 其實我個人覺得有三大類 就是像Udemy或Coursera那種 免費或是付費的課程類的東西 就是它是一堂一堂的課 如果你有上過Udemy的話 它就是這種類型的課程 那線上bootcamp就是它是一個包裝好的課程 它可能從前端後端到一些框架什麼都會幫你上過一次 但是它是線上進行 不太會有實體介面 它可能實體介面就是一兩次 那另外一種就是實體的bootcamp 就是我之前自己上的那個 那我覺得這三個再比較下來呢 你Udemy跟Coursera真的要非常有自制力 而且你要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 那如果是線上bootcamp的話 自制力也是非常重要 但會比Udemy少一點點 因為它已經幫你包裝好了 所以它主要就是你去上課 你有定期的去線上上它 可能預錄的課程或是直播的課程 那最後是實體bootcamp 因為你要到現場工作 你要去現場上課 所以一定有一個制約力 讓你知道說你現在要做什麼 那在學習方式 我覺得這就是關係到 你要不要選這堂課非常重要的原因 一個是如果你適合自己學 有些人是確實適合自己學 比如說他很害怕跟人家溝通 或是說他想要先自己沉澱 在比較沒有壓力的狀況下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Udemy或是線上的bootcamp就比較適合你 那大家如果你是實體的話 因為你的同學都在現場 老師也在現場 老師看到你迷茫的眼神就會cue你說 那個同學你是不是聽不懂 那你哪裡聽不懂 然後就會逼迫你自己成長 然後另外就是因為有一群人 跟你一起做這件事情 所以會有一種打群架的感覺 那在問問題上面 有一些基本上Udemy跟Coursera 有些作者他是放上去之後 他就不管你了 他就是把那一場堂課放上去 那有一些比較用心的課程編排者 他就會提供一些像QA的Session 然後或是他有時候會去掃一下說 這堂課有沒有人留言 那在線上bootcamp的話通常都會有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不會這麼及時 因為他畢竟是線上的 讓你看的是預錄的課程 所以說他不可能說 20小時都有人在電腦前面看你有沒有問問題 他絕對是分時段去這樣 掃過有問的問題 然後再一次回答 但是如果實體的bootcamp的話 老師就坐在你面前 他可能還會有助教 你隨時打斷老師或是隨時去找助教 聊天或是問問題都是可以的 那做專案的話 在Udemy跟Coursera 有些課程他會設計 但是幾乎沒有 他就是上完就算了 你就是得到這個知識 但是在線上bootcamp 他就是線上的合作 那實體bootcamp就是他實體在現場 你要吵架要打架 你就是在現場完成這樣 但是在線上就比較困難 那如果是另外一個分法 就是免費的課程還是付費的課程的話 我覺得其實還是只有三種 就是一種是Udemy跟Coursera類的課程 那再來就是免費的bootcamp 跟付費的bootcamp 這三種 那其實這兩個不太一樣 如果就是線上線下跟免費付費 這兩個是不太一樣的面向 就是免費的bootcamp 有些也是線上的 有些實體的這樣 那所以我這邊直接用錢來分的話 花費上 Udemy有些課程是需要你付錢 但他可能會有限時免費的課程這樣 那Coursera的話 他會給你 我目前的理解是 他會給你七天的免費試用 然後之後你可能要付錢 或是說有些Coursera的課程 他是完全免費 但是你要拿到證書的話 你就要付錢給他 那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打這個 就很像免費 就是很開心 但是還是有時候會付一點錢 那如果是免費bootcamp的話 大家當然都是免費的嘛 那如果是付費的bootcamp的話 現在的價格 我目前的觀察大概是10萬左右 10萬上下的那個區間 就是滿多錢的 那課程架構的完整度 Udemy跟Coursera的話 他就是靠自己啊 就好自在嗎 你就靠自己去編排所有課程 但是他在上面也有一些包裝好的 有點像bootcamp的課程 那這個架構的話 就是看你自己看評價什麼 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那在免費bootcamp的話 免費跟付費的bootcamp 他其實因為是bootcamp 就都幫你包裝好了 那你就不用去煩惱說 我什麼時候要學什麼 那我這個會不會進度太趕 太落後之類都不用 那在課程品質的方面呢 Udemy跟Coursera 他們因為其實評價是可以刷出來的 所以他如果說開現面 那有一些人就會給他五星評價 說你這個免費的超棒的 那但是課程品質真的是好的嗎 其實你沒有上過期也不知道 那免費的bootcamp的話 就也同樣有這個問題 就通常不會太差 而且就是因為大家都會上網評價嘛 但是因為他是免費的 所以你也不知道說 這些是不是有人去灌水 那基本上付費的bootcamp的話 他因為要你付很多錢嘛 那如果說你付錢之後 課程品質很差 基本上大家絕對是會給付品的 那也會讓大家知道說 天啊這堂課怎麼這麼爛之類的 那就不太可能會在市場上存活 所以如果說付費的bootcamp 你看到現在還存活的 那他有一些分享的話 就主要就可以考慮 在服務上的話 就跟他回答問題的角度一樣 就是基本上Udemy跟Coursera 他可能投上去 他就不理你了 那有些會回你 所以就是服務的部分 免費的bootcamp的話通常也都有 但是因為是免費的嘛 所以你可能期待跟預期的 跟實際的可能也會有一點落差 那在付費的bootcamp 就我剛剛提到 你都已經付這麼多錢了 你如果他服務不好 你看就不會再去了 那麻煩度的話呢 我個人是覺得Udemy跟Coursera 是有點麻煩 那免費的bootcamp 我會放這麼多麻煩 是因為他既然是免費的 就可能會很多人去 他就要讓你付很多申請資料 然後可能還要面試 還要跟你談過什麼的 那我自己有填過那個 稍微填過那個表格 我大概填到中間 我就不想填了 因為真的是太多 你還要說什麼 為什麼你想轉職啊 然後說一大堆 要像寫作文一樣 把它寫上去 我就超麻煩 那付錢的就是 付錢的最大 就是你付錢我就讓你上 那就這樣 那其實這也會關係到說 付錢 因為你付錢了嘛 那大家 如果你不是真的很有錢的狀況下去上 你通常都會比較珍惜 所以上課會比較積極 那至於我講了這麼多人到底要選什麼 就再回歸一句老話 就是你自己適合的學習模式 你要自己去分析 自己去想說你到底是適合哪一種狀況 那我個人呢 我是需要佔有的 我是需要找人討論 而且我超喜歡問問題 那就是我這個刮噪的人 而且我希望我問的問題能夠 有人及時回答我 你在我面前 然後直接問跟你討論 這是我自己的學習模式 所以我的經驗是 我第一次嘗試要轉職是去上了狐利的 程式導師計劃 就是他出了一個免費的線上課程 然後發現那個真的不適合我 因為這兩個就沒辦法滿足了嘛 所以最後才會去上 虎貝宏寶寺的 AstroCam 那其實我一開始也有上CodecMe 所以就是我的經驗提供給大家 那至於要學哪一個語言呢 既然我們今天是在RubyConf 那我就當然是先推薦一下Ruby 但我覺得老實說啦 就是先踏進這個圈子再說 因為其實每一個語言的特性 就像比如說你學法文 學日文 學什麼 真的人在講的語言也都是一樣 就是你先去試試看 如果你想要進入歐洲語系的學習的話 你可以選一個比如說西班牙文 法文或是義大利文什麼文 去學學看 那請先進駐了之後 就會發現其實豁然開朗 比如說你學完日文之後 可能韓語就會有一點共通性 那我覺得程式語言 就都是講給電腦聽的 你先找一個然後去試試看 或是就是看過網路上評價之後 找一個開始學 其實就是比較好的道路 那你也會知道說 這個到底怎麼樣 那我個人的經驗的話 我沒辦法用其他的語言去比較 因為我其實只學過Ruby跟JavaScript 那其他像什麼Python 其實我都沒有接觸過 所以我其實沒辦法做比較 那右下角這個是 我一開始要去上狐狸的課程的時候 我有做了一個Scratch的小專案 那大家也可以試試看說 在程式邏輯上用這個去練習 然後看你寫程式會是什麼樣子 還滿有趣的 對 那如果你決定要上了 那你在學習裡面會遇到什麼事情 我覺得其實在學習的路上最主要可以分成幾個 一個是你要你要學的是怎麼提問 怎麼找資料 怎麼記錄分享你知道的東西 然後如何做團隊合作 如何有效溝通 還有怎麼找工作 因為你想要轉職最重要當然是找工作 那在提問上呢 我覺得最重要你要在學習裡面 就是在bootcamp或是課程裡面學到的是 你要怎麼分析你自己的問題 那我覺得可以以下面幾個說 你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 你一定是遇到了什麼事嗎 或者你遇到什麼問題 哪裡卡關了 或是覺得哪裡不懂 才會有這個問題 那你要先問自己說 為什麼我會出現這個問題 那再來是我卡在哪個地方 就我雖然有這個問題 那我一定是遇到了什麼 然後我卡在這裡進行不下去 你是在哪一個地方真的不懂這樣 那還有說你想要做什麼 或是你想要知道什麼東西 因為有些時候你卡在那邊 但是你不知道說你接下來想要做什麼 你接下來想要看到什麼東西 那我想要知道是什麼 這樣 那還有說你這個問題應該問誰 比如說在bootcamp裡面 然後有一個老師他是教前端或是HTML CSS的 然後你跑去問他後端或是說Rails之類的問題 資料庫的問題 那他可能就不會知道 所以你也要先想一下說 到底這個問題誰會比較好 那其實在就算在工作之後 我們也常常會關注這個點說 你要怎麼重現這個問題 就你遇到這個問題 你絕對是在某些特殊的條件之下遇到的 那你要怎麼去重現這一塊 其實是蠻重要的 那最後就是我覺得非常好用 就是你要複數自己的問題 你如果自己都講不出一樣的問題 那代表說別人也會聽不懂你在幹嘛 那其實你這個流程跑完之後呢 基本上你的問題就是蠻完整的 如果那我自己在工作上 因為我已經快一年經驗 雖然稱不上說超級專業 但我覺得真的沒有蠢問題 如果是新統治進來 你真的也不要怕 尤其你在上課的途中 真的沒有蠢問題 只有沒有準備好的問題 你如果沒有經過那幾個程序 就問出問題的話 人家會覺得你沒有準備好 所以你首先你到底在問什麼 你想要知道什麼 這種太常 我們太常在回答問題的時候 反問那個問問題的人 說你到底想要幹嘛 那但是這種問題就真的蠻 對 所以就是要準備好了 那找資料的話呢 其實很多時候 前人都卡過一樣的問題 所以你在網路上 其實可以看到很多經驗分享 那其實最主要就是 你要怎麼下關鍵字 因為你遇到問題 很多之前人也遇過了 那重點是你要怎麼下關鍵字 找到這個字 所以你要先分析你的問題之後 找出你的問題癥結點 重點在哪裡 之後再下關鍵字去找 那在程式語言的路上呢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英文 用英文找問題得到答案 絕對是 它那些資源絕對是遠大於中文的資源 但我個人不是很喜歡這個狀況 所以如果說 大家有找到問題的話 就盡量去分享 讓我們的中文社群能夠漸漸著撞 其實我覺得是更好的 那如果 找完資料當然就是要如何分辨有效訊息 一個就是你的遇到問題 是不是跟你真的相似 你要去看它的條件 那就會跟我們在分析問題的時候 遇到的事情有關 那它提出的這個解決方法 到底是不是有道理的 是不是真的 那你是不是懂它在幹嘛 這就是也蠻重要的 那其實就是紀錄分享 你要整理 歸納出你的問題到你的這個解決方案 到底是不是OK的這樣 那還有你能夠教會別人的話 你才真的懂了 所以說你問了問題 找完資料 找了解決方案 那整理歸納完之後 教會別人 或是你真的能夠把這個分享出去 你才是真的懂 好 那最後就是忍忍問我 我忍忍 因為其實Ruby社群 這是我自己聽來的 就是有一個 就大家很願意幫忙 那也是為什麼Ruby 能夠一直茁壯成長 也跟這個有關 對 所以其實我覺得 最重要的其實就是 你紀錄下來之後 你忘掉就可以再看一次 那時候到底是怎麼想的 就你 雖然說 你忘掉的時候 就是如果它是重要的東西 它會回來找你 但是就有時候 你忘掉的東西是真的很重要的東西 就很尷尬 那其實就是 對 大家都可能會有一樣的問題 如果綜合三點 你能夠分析的問題 然後記錄分享下來的話 是最好的 那在團隊溝通上的話 就是保持高度的透明 然後保持正向 互相幫忙 還有找到一群戰友 是最重要的 因為 其實我們在做專案的時候 沒有吵架 那就是秉持著這幾個原則去做的話 大家在合作上就會非常愉快 所以我們就是要團結 不管是社群 或是做專案 或是當同事 我覺得最主要 要讓你的環境變更好 就是要團結這樣 那在有效的溝通上 就是你真的要講清楚 我們遇到問題 或是遇到乘述事實的時候 常會聽到這個那個 還有這樣那樣 跟不行不能用壞了 這幾個對我來說 都是你在問題或表達上面的警訊 就是你這樣講 另外一個沒有跟你一起工作 或是沒有順著你的思緒去走的人 他就會不知道你在講什麼 那你就要花更多的時間 去解釋這些東西 所以把這些 如果你自己在講問題的時候 複數這些問題 你聽到這些字 那基本上 就是 這個問題可能會有問題 就是人家會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那就是盡量避免用這些字 那還有一個就是爭論 如果超過三分鐘的話 基本上就不是一個理性的溝通 因為你如果爭論 你有證據或有理論依據的話 基本上不太會超過三分鐘這麼久 如果說超過三分鐘 通常都是信仰上的爭論 那就是你相信的東西兩邊不一樣 那你就是找不同的方法去說服人家 那這樣 尤其是像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就比較不適合 那還有就是 每次討論跟溝通一定要有結論 我們常常會開會開到後來 可能開了兩三個小時 結果結束之後 大家不知道 我們剛剛在討論什麼 對 那所以就是這些在溝通上要注意 那講清楚 雖然這個有點負面 就是不太一樣的狀況 反正就是要 把你要說的東西都講出來就對了 那在找工作上呢 其實我覺得最主要是心態上 就是要保持樂觀 發洩壓力要全力以赴 然後還有面試是雙向的 你在別人在面試你的同時 你其實也是在面試那間公司 所以兩邊你是要互相了解 不要有一種擺低姿態 然後說拜託你施捨為一份工作 這樣其實也不是很健康 那其實找工作 就是維持繼續往前進的這個步調就好了 那我在轉職之後發現 其實為什麼這些公司 他要找半路出嫁的新人 我個人觀察 所以這邊是開始開地圖跑的部分 不要太介意 就是當然他們是希望 有更多的生理軍加入 那當然就是找不到人 他不然誰不找那些有經驗 就是有本科系的人 他當然就找不到人 他想要新的人 然後沒經驗半路出嫁的人 也可以加入 因為他願意相信新人擁有潛力 還有從頭戴的話 其實可以避免一些新手 就是養成壞習慣 因為其實你壞習慣養成之後要改更難 所以他們寧願從頭開始教 還有就是組織內 其實如果有不同個性 不同風格 不同背景的人 他對於 他可以激發更多的創意 或是讓你的體驗更完整 所以這些是為什麼 公司要聘一些沒有經驗的新人的原因 那其實給現任的工程師 像我自己本人 就是我也會常常提醒自己 就是我們也當過新手 那很多事情我們一開始也都不知道 所以教不會 而且就是因為你不知道嘛 然後你就別人來問你問題的時候 你又一個不爽 或者說你教完之後人家聽不懂 那其實有時候教不會常常都是教的人的問題 你可能自己沒有懂 或者說你自己表達上可能真的有問題 因為我當過老師 所以我發現這是蠻常發生的問題這樣 那在組織失敗 其實也常常都是管理者問題 所以你如果是上層的管理者 你發現組織可能績效不好 或是說他的有問題的話 那其實常常都是你的問題 對 還有其實新手 他也不是希望一直維持在那個狀態 他也常常希望能夠趕快上手 然後還有就是如果新手早日上手的話 你被問問題被打斷的這些時間 也會變得更短 而且你已經跳進去的坑 也有人能夠一起下去幫你 那說不定你們就可以用更快的時間去爬起來這樣 那還有就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有些工程師他不喜歡人家問他問題 或者說他覺得這我以前都踩過了 那你也要踩誰看啊 就你怎麼不自己研究呢 我那時候也花了三小時 那你現在也應該花三小時啊 那我個人會覺得這是我的觀點啊 我覺得這不是對的 你可以去 你不用直接告訴他答案 但是你要跟他講說你要去哪裡找答案 然後為什麼要去那些地方找答案 我覺得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說我要你花一樣的時間 就我花了三小時你就也要花三小時 我覺得這其實不太健康啊 因為就是對啊你就是新人進來越快上走越好 為什麼你要做這件事這樣 還有就是沒碰過的東西你是沒辦法問的 你根本就不知道這件事情那你要怎麼去提問 那在專案開發的時候啊就是抱著學習的態度 而且還有程式碼不一定是對的 那就是其實Senior寫的call可能也會有問題 我之前剛開始工作的時候會一直覺得說 天啊Senior寫的東西我一定 就是我不能反擊他我不能給他意見 那其實他們也會錯 那還要拿捏專案的進度跟即時的回報進度 如果你會慢的話 就就是專案開發時程預估其實是一件很重要的技能 可以參考Clean Coder 那上面所有的訊息都會在裡面這樣 那我在就是你要保護好自己右小心理啊 不管是限職工程師或是新手都是一樣 你要保護你這些work balance 如果你這些比如說你的戰友在哪裡啊 然後我怎麼這麼廢我不值得啊 那這些啊其實都對你的職業啊不是很健康 然後你可能這條路就會走不久 所以這些都其實有點像是冒牌者症候群 你要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因為每個人都當過新手 那其實你已經夠好了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結論呢就是新手們你要趕快去洗頭 就是趕快開始就對了 你不開始都沒有比較沒辦法知道其他還是怎麼樣 那限職工程師就是記得我們以前的樣子 我們一開始怎麼走過來 最後是就是持續的反省互相的幫助 不管是新手或是限職工程師都是很重要的 對那這是我的個人資訊 如果雖然說不一定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要 那如果真的有人想要這個投影片的話 就還是可以下載一下 好 那我就結束了 這邊的話就是時間剛好結束 那如果有想要問問題 因為休息時間有十分鐘 然後看有沒有人要問問題 然後可以現在舉手開始發問 有人想要問問題嗎 好 那灰色的 就是去去做想說去做轉職的動作 然後又是因為 呃 市面上也其實有蠻多家的軟體 的課程 那怎麼用是選擇到Ruby 或者是怎麼選擇到就是五倍紅寶石的學院這樣子 呃 所以你 呃 這個問題分兩個部分 為什麼我會在32歲的時候決定做這件事 其實我沒有挑這個時間 我也沒有特定說 欸可能前份工作很厭惡還是怎樣 主要就是因為 我一路走來 就覺得我對 城市的操作 或是說網站的操作很有興趣 然後我也在學生的時候幫那些IT 或是老師們去設定一些帳號 然後覺得自己 欸你怎麼這麼難用 自己想要去試試看 這樣以後解決問題會比較快 那 也剛好我回台灣 就我從泰國回台灣的時候 是疫情間 那在隔離的時候 那時候還要隔離14天吧 我就覺得很無聊 然後就想說 既然現在是一個中 中間休息的階段 要不要找一些其他事情來做 所以其實是一個時機吧 我沒有特別在三十幾歲 就其實我也沒有想說 欸我一定會轉職成功 但就覺得可以來試試看 嗯 所以 嗯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我覺得 我當初 後來找到工作薪水太低了 對就找到三萬多塊的工作 跟現在差蠻多的 所以 呃 當初就決定說 那我就試試看 對 那 第二個問題是 為什麼會選擇五倍紅寶石 哦 為什麼會選擇五倍紅寶石 我個人覺得啊 現在市場上JavaScript的工作最多 我個人的看法 對 然後當初分析的時候有分析過 但 呃 我超討厭投履歷 我個人 然後 如果你選JavaScript的工作 因為看到這麼多職缺 大家都會想去上 那 你就是要跟一大多人做競爭 那你那些職缺 你可能要投幾千份履歷 你可能才拿到幾次面試的機會 但是 Ruby 在台灣其實也沒這麼流行 我自己的感覺 但是職缺還是有 在那邊 對 那 加上 大家看到 這麼少職缺就不會想要學 那 不想學的狀況之下 就會 你的競爭就比較少 你要投的領域 你就拿幾千公司 用Ruby 那我就是反向思考 所以 如果去上的話 就比較OK 然後在網路上也有看到 蠻多人推薦的 對 所以最後才會選五倍紅寶石 那 基本上就是這樣 所以 就跟我一開始講到一樣 我就是抱著一個 我就先下去做我看 那做了之後發現 還不錯 然後風品也不錯 整體的體驗也不錯 所以 就一路上下來了 這樣回答到你的問題嗎 好 那這樣已經 超13分鐘 那我們的議程就先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可以 感謝講者帶來的分享 也給講者一個掌聲 謝謝 那接下來將進入 大約六分鐘的中場休息時間 感謝講者及大家的參與 下一場議程將在10點45分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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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五分鐘的時候提醒 這樣說 兩個都提醒 十分鐘 五分鐘就好 每次都提醒 都是真煩 那我就 我就...把他弄過去了 诶,如果你再那边投影,你再那边投影,你怎会往那边取啊? 没有,我刚刚按了没有 啊,这是Google不會 所以就...就拉过去 不行啦,我一定要... 那你就迷路啊 我一定要迷路,因为我等一下还要迷路 那你就迷路啊 哦 你是要射成Mate,你是要Mate取他 你...呃... 所以就先射成Mate 直接这边吧 嗯 这样啊 对 这样就OK了 这样就这样 OK了 然后再把一个原材关掉 原材是哪个 这个 出筒 哦,这样 对,对 对,那个有后影响录的有那台 哦,现在有录影是不是 对 对 在这里 在这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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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这边也都可以看到大家的发问 那 接下来的10点45分到11点15分将会进行本日上午第二场议程 使用RailsTemplate快速建立LiteBot专案 由讲者卡米哥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 欢迎讲者 哈啰 哈啰 对,我今天的题目就是这个 使用RailsTemplate快速建立LiteBot专案 好,我是卡米哥 然后我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 叫卡米狗 然后写了一本书叫人人可作卡米狗 就是教大家怎么做聊天机器人 那我现在是 Lite官方认证的API专家 然后我现在维护一个 就是 聊天机器人框架叫做卡米狗 同名 然后这个卡米狗它是基于Rails的MVC聊天机器人框架 待会会讲到 那今天的内容是这样 我们首先要先认识一下RailsTemplate 然后认识一下LiteBot 然后认识一下卡米狗聊天机器人框架 然后最后再讲说好我们怎么把 这上面这三个东西结合在一起 然后快速建立一个LiteBot专案 那就先讲这个RailsTemplate 好 那 大家在建立 应该 等一下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写过Rails 如果没写过 应该不会来这 Rails你要建立专案的时候 你要写RailsNew 然后你就打完专案名称 对不对 可是其实RailsNew它可以加参数 那你加了一些参数之后 它会影响它长出来的东西 那里面有一个最强大的参数是-m 然后你-m之后你可以传一个路径给它 就是Template路径 那你这路径传进去之后 它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那这个Template它是一个Ruby程式 它就会照顺序执行嘛 那它执行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事 你可以询问用户是否要安装某套件 如果它说是 你再让它安装 直接装也可以啦 那你可以下载复制更新档案到这个新的专案 所以 基本上就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那这个是 你打RailsNew-H 你就会看到说明吧 那它说明就是 就是这样 那下面就会有一些参数 那这个很长 那我这个画面没有结 就是完整 所以你只会看到一部分 那重点是这个-end -end -end 然后它传一个Template 那它有说就是 这个Template的路径啊 可以是本地档案 或者是UIL 那像这边也有这个-d 就是Database 那你 因为我们 Rails如果你都没设定 它建立出来应该是SQLite 但是 我们大家应该习惯都是用Postgres 所以你应该会想要-d 然后Postgres 这样子的话 你就不用在一开始去设定那些东西 它就是一建立好就做完了 那这参数还有很多啦 那 呃 示范一下给大家看 这是那个一个 这是VSCode 等一下 把字弄到一点 好 就是 你如果Rails new的话 -h的话 你会看到这些 你看到参数非常的多 这样子 那大家有兴趣可以一个一个看 这样子 好 回来 那 Rails Template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别人都写一些什么 因为大家都写好之后就放在Github上 所以你有两种搜寻方式 一种是去Google搜寻 这个 那你就会找到 就是在Github上面所有 就是Rails减Template的东西 这个是排第一的啦 然后这个 在Github上搜寻Rails Template 也可以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好 那这排第一名的那一个呢 他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他是安装所有他需要的套件 然后完成所有的处置设定 然后他建立了开发环境和测试环境 他这个有800多个星星 大家就是 其实就是你Google search第一名那一个 就是这个 那他下面会介绍这个怎么用 然后他因为 你的Rails版本可能跟他不一样 所以他 他每一个Rails版本他都做了一个档案 所以你 他目前是这样 Rails 7.0 然后一些东西这样子 那安装的方法就是 就是打这一行 Rails new block 然后-d postgres-m 他的这个 然后这个其实 这个网址啊 其实就是 就是 他这一个github repo里面的 template.rb 所以 等一下可以把它打开看 然后这个是直接 就是这样打开的话 会是看到他的那个内容 这就是他写的全部的code 好 那其实 对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这个档案 就是他在他的这个专案的根目录下的这个档案 然后他用那个 给你一个原始码路径 去 让你可以直接抓到这样子 原理 原理就是这样 好 然后 这边就有讲说 那他会做什么事情 他会就是建立所有的东西 然后建立开发环境 测试环境 对 然后他会卡密 然后他会push 诶 还会push 那这是他用到的所有的套件 就是 像是什么 sidekick啊 大emv啊 这些东西 rubo cup blackman 这些东西他就是 呃 等于是你reels new 打完 你这些东西就都装好了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好 回来 好 那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 其他人做了什么事情了 那你现在应该大概知道说 这个reels template 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好 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reels template的话就是 基本上是把建立专案的一个base practice 写成一个档案 然后你就变成 自动化把这个完成 那所以你可以去看别人写好的这个reels template 去知道一些事情 就是比方说 那 base practice是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 开发者他认为的最佳流程是什么 这样子 好 那我们接下来讲linebot 那 linebot的话他其实是line的官方账号 然后用程式码去接收和回复讯息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只是说他回复的讯息 除了存文字之外 还会有一些可以点击的 的讯息格式 那最知名的是flex message 那除了 就是内建的讯息格式之外 还有内签的网页 那在live里面内签一个半版的网页是live 那针对flex message跟live等一下会 就是详细说明 那这个line官方账号是这样子 你要怎么区分一个账号 是不是line官方账号 他的账号名称左边会有个盾牌 那这个是灰色 蓝色跟绿色 那蓝色的话你要开公司 然后去申请你才可以拿到蓝色盾 那绿色盾的话就是 就是你在line上面花很多钱 那他就会邀请你加入 我讲的是真的 那现在这个就是范例啦 就是比方说line taxi 那他是绿色盾牌在这里 然后camigo灰色盾牌在这里 就是这样子 然后呢就是一般的情况啊 你用手机装line嘛 然后你传送讯息给朋友 你的request会发给line 那假设你传给官方账号啦 你发给line然后 这个小编他会从官方账号的后台 接收到讯息 一般情况是这样 然后line的那个官方账号 他有一个回应模式 那回应模式有两种设定 一种是聊天一种是聊天机器人 那当你设定聊天就是这样子 用户发讯息小编收到 然后小编发讯息用户收到 这样子嘛 那可是如果我们聊天机器人家 出来的话就是你要部署一台server 就是webserver在这里 然后我们小编就是在这个后台设定说 这个webhook EYL 然后line之后有事情就会发给他 就这样 那好那回应模式变成聊天机器人的时候 用户发讯息给line 其实收到讯息就是聊天机器人 就不会是小编了 然后这个聊天机器人再发一个request给line 是要呼叫这个reply API 然后在30秒内的话 你的用户就会收到讯息 如果你超过30秒的话 你这个讯息就会发不到 那你如果30秒外你想要发这个讯息 给用户你要付钱 对 因为line认为超过30秒你这一则算广告了 所以他要收你钱 好那接下来讲这个flexmessage的一些基本观念 就是flexmessage它是一个json的一个格式 就长这样子 然后 呃 这支机器人它是我用来做的来debug 就是我传什么讯息给他 他就会把那个讯息的样子传给我 所以我传过去这个flexmessage 他传回来是长这样 基本上就是你传这个东西给用户 用户会看到这样子 hello world 那他这个里面很复杂 他分成四个部分 就是header hero body footer 四个区块 那你四个区块可以放各种东西 你可以放这样文字图片按钮 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设定点击之后发生什么事 那可以排版 所以就是排版就是垂直排版跟水平排版啦 那像这样子 就是图片然后垂直排版 然后再加上大 诶 字体比较大的文字 诶 跟字体比较小的文字这样子 然后这边就是可以加水平线啊 可以加框 这样子 可以左右排版 这垂直嘛 这左右 大概是这样 那在我们的就是聊天机器人开发上的应用 就是你可以拿来用来展示资讯 然后你可以用来 这个是Ubike的 他们做的 然后就是做这个 一整排的泡泡 他这个Flexmaster可以一整排 他最多可以放12个 那他这边就是 一个排版 然后两个按钮 所以他可以引导你互动 就是他这是查那个 离你最近的Ubike站点 你就说你就传地址给他 然后他就会 找到最近的 那你就按这个地址他会直接开Google map 那这是那个 动物生友会的聊天机器人 叫赖黎端基 然后你可以查种族 然后他这个之外 他最后一页还给你做一个下一页 你按下去之后 他会帮你讲一句话 所以这个按钮按下去触发的事件 是帮用户说一句话 然后机器人收到这句话的维护之后 又会再打下一页出来这样子 就是大概是聊天机器人上的那个分页是这样做的 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更多的应用 像是 就是车牌啊收据登机帧之类的 油价就是一堆都有 那这个呢是 就是刚刚讲的那个FlexMessage 就是大家会觉得说 好只有官方账号可以发出这种讯息 但其实不是 就是你真人账号也可以发这个讯息 就是 如果你用那个LIF的ShareTargetPeak功能 你可以用真人身份发送这个讯息 所以你就可以分享一个看起来很像广告的 到群组里面 然后这个人家就是这个按钮可以点击 点击之后可以发生一些事情这样子 那 LINE的话他有提供就是一些showcase 所以你可以直接抄这个版型 总共有12个 然后里面的图片可以放动图 那点击区域最多可以设定100个以上 我自己设到最多大概是500个 对非常的多 但是他其实是限制你的那个JSON的MB大小 不能超过多少 好像是KB吧好像没有到MB 有点忘记 对 好那接下来讲这个LIF 他是LINE内签网页嘛就是这样 所以在LINE里面你开网页 有的时候会看到这种开一半的 80%跟一半的 那他的主要功能就是 他跟聊天室连结 然后他可以在这个网页里面拿到你LINE的相关资讯 和他可以操作你的 这个对话框 所以他可以帮你发送讯息 然后他也可以帮你转传讯息到群组 就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点击就可以放网址嘛 那网址里面可以放一些 就是类似Deep linking的东西 所以你就是可以开起LINE里面的各种页面 比方说我开到 相机或者是选择图片或者是分享 或者是对话框里面 然后或者是贴图或主题商店之类 这些页面都是有对应的UIL 然后这是一个LINE最常用的应用 就是用来填表单 因为用户 我们做聊天机器人嘛 然后如果说我们想要问用户问题 然后用户可能 就是他没有办法打出 正确的格式的文字 那当他你用他填表单 然后他按送出的时候 你帮他把那个文字组好 那他就会是正确的格式的文字 对所以进场性是用来做这个LIF表单 大概是这样 那接下来讲我的那个聊天机器人框架 那这个是我开发的那个open source的project 对基于REX 那我们试图找到聊天机器人和网页对应关系 就是这是一个request进来 然后这是lauter 然后lauter 那我们会解析成primiter 跟我们会找到他的console跟action 那找到之后会执行 执行之后会找到他对应的view 然后去做rendel 这是一般的情况 但是在聊天机器人情况的话 就是你webhood URL 只能设定一个 所以他永远只会打到你同一个console跟action 那你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 你如果今天用reels做聊天机器人 你会发现说 我所有request都打到这个action了 那我mvc到底是在干嘛 所以就没有用 那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呢 就是把用户传来的这个event 重新变成一个网址 再打自己一次的话 他就会重新做一次lauter 那他lauter完之后 这个生成 如果他生成的是一个json 我就可以用这个json 打那个replight API 那这样子就完成了就是 我们让在reels上面做mvc的聊天机器人框架 所以就是这样 很单纯 那他对应完之后会变成是这样 就是 在聊天机器人上输入文字 相当于在浏览器上输入网址 然后呢 我们的语言理解就是路由了 那关键字就是参数 那意图就是console跟action 大概是这样 然后语言生成是view 好 那这个聊天机器的框架 他的设计理念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很快速的开发 那个聊天机器人专案 所以那reels本来就是很快速开发 网站的框架嘛 所以我们用这个 就可以很快速的开发聊天机器人 因为聊天机器人开发 已经跟网站开发做了一个mapping 然后再来是 你除了开发聊天机器人之外 你的聊天机器人跟网站 其实可以共用程式码的 就等于是我同时开发网站跟聊天机器人 然后整合了line最强的两个功能 一个是live 一个是phrase message 好 那 接下来就讲这个重点啦 就是那我们怎么用这个reels template 快速来建立一个linebar专案 首先要先讲一下我们的规格 就是 我们希望在reels new完之后呢 就完成一些事情 就是这个网站应该要首页 然后他要有后台 然后前后台应该要可以登录 那他串接这个line 聊天机器人要创好 那执行起来的顺序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他会先安装所有需要的套件 然后初始化 然后建立一个device用户 然后设定好line登录 然后line登录之后账号的绑定 然后建立后台 大家做这些事情 好那就live demo 那首先呢就是 这个指令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因为 这个是我的那个专案嘛 这个档案是这样子 等一下会稍微解释 如果有时间的话 那我们就来试一下 其实 呃 其实这个说明在 在我的那个 那个什么 Github上面也有 所以就是 诶 等一下 好 这是那个 我的reels template 然后这边有一个说明 所以就是 这个指令 用这个 复制 然后因为在我的电脑上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如果说他已经 打过那个数字的话 他就会 没有办法正确生长 所以我 现在打个99 这一定没有的 然后这-f 就是强制 更新档案 然后-t 就是我不要测试 然后-d 我要postgres 然后-m -m刚刚那个 我的template 那我们按一下 支新 那他就在这里长一个 就是block99 这样子 那这个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那我们就 不管他 就是 我们这做下去之后 我们就是设定好 环境变数 然后reels server 开起来 再加unlock开起来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的那个 那个 line那边的设定 因为你们可能不知道 就是你要去 line那边 设定好那个 webwho 那我这边是 已经设好了一组 所以我就不太需要 就是 就这两个 这两个是要先开好的 那我这边已经开好 在这边时间不够 我就不教大家怎么开了 就是你需要一个messaging API 然后把那个你的 欸 webwho uil设好 找一下 欸 在哪里 在这里啊 webwho uil在这里 然后 这是line login的 那两个都要设定才可以 这是leaf 所以这些东西 如果你都设定好的话呢 那你开发一个新专案的话 就会是 就等他跑完 然后我们再开个分页 就是这个在跑 reus new 然后我们再开个分页 开那个 这个是我的一个 就有点像nrock的东西 那我其实是自己架的 所以就开着 那这样的好处 就是那个domain 不会换啦 那现在已经在跑migration 那也跑完了 那他跑完之后 有一件事情要做 就是环境变数 那 这个专案 已经做了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看他的gene file 他里面有一些东西 就装了一堆东西嘛 对 但是他的这个env档是空的 那为了方便起见了 我这边已经写好一组了 我要把它贴进去 诶 美孚知道 好存起来 好我这时候就可以 reus new 不是reus new reus s 我还没有进去那个blog 吓死我 好 那进去之后呢 这是我的那个网站 他现在在那个 在跑webpack 好这出来 然后这服务名称 这边应该要做成template 但还没有做 然后我现在可以line登录了 就直接可以line登录 就是那个admitrate的套件 这也有 然后后台的登录还没做好 现在就是 做到一半就来讲了 呵呵 这大概是这样子啦 因为有很多 我想要加的东西 但是太多了 就没有办法一次把它加完 不过重点就是 你可以把你所有想加的东西 都加在那个reus template上 那这个是前台后台嘛 那我们刚刚讲说line line那边有有创好了 那他创好的话会是在这里 就是 就是 像这样子 他说服务名称 你好 欢迎使用我们 然后这关我们 按下去没反应 因为就没做 那没做的话 他就会说不好意思 我听不懂你要说什么 然后 这个是电脑版的line啦 那等下会有手机版line的demo 就在这里 这是手机版 那 意思其实是一样 那我们说 就是我们输入的讯息 就是UIL 所以我就输入斜线 斜线就是首页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好 那接下来就是 下一趴了 就是 那我们要做一个这个scape for 然后to do 涨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做db买柜 然后再把它加到这个后端 然后再加一个out 然后再测一次 所以我们先要做这个事情 它就会长一个model 那一cru d 所以它的view 也都会长好 然后 跑mike 然后 产生那个后台的 好 然后我要在root上面加一条 好 这个 在这里 在这个rdmin下 加这个 好 这样我的后端 我的后台就可以去操控它 好了 那我就再跑一次sever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刚刚加了什么东西 这个首页是没变啦 然后 后台的话 这边就多一个to do's嘛 对不对 诶 首页没变 但是其实 我这边也会有一个to do's 这边也是有 对 就是这边可以加东西 然后line 这边呢 也有东西 重点就是这个啊 这个也有东西啊 然后你会看到这边说 目前没有内容 然后这个点下去其实是一个live 所以我 用电脑板点的话 它会长这样 但我可能要用手机板点 才可以 因为电脑板它没有办法写入 就长这样子 那我用手机板测一次给大家看 这个是电脑板的 放旁边 这是手机板 好 那我现在点击这个new按钮 点下去它会长一个网址 就一开一半嘛 然后我可以输入内容 这样 然后按建立 然后它就会打出一段文字 那这个文字呢 就是说我要post到这个网址 然后传这个json 这个就是parmit 很单纯 然后它就会成功了 然后它就会更新 这个是一个新的flex message 那这个 AAA这个地方啊 是可以点击的 点击之后 它会讲一句话 就是我要get它 然后它就会长一个这个 然后我可以编辑 就是crud整组都有 就对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画面很丑的话 你可以自己可止化 因为你知道 Rail11开始也是这样子 好 那所以它 crud就是 就是这样 那你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你就会说 那我们这个网址啊 其实也可以 我也可以输入这段文字 然后直接就生成一个model 所以我可以一直输入 然后它就会长 那它长出来这个 是在这边嘛 那其实我们 因为它其实 网站跟聊天机器人 是共够的嘛 所以这边也会有 然后这边也会有 就全部都是 一样的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就 就是很方便 所以我们就很快速的 做了一个crud ok 诶 讲完了 好 有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好 讲者抓 时间抓到很整 我们现在还剩下五分钟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 Q&A 那 有没有人想要发问 可以直接举手发问 那 那这边也看一看 有没有人在 slido上面有提问 有没有 我讲一下我的那个 简报连结放在 Hack and List的共笔上 好 好 那这有机 我来拿麦克风给你 好 就是我们在开发Linebus 那个Leave的时候 对 那Leave的 因为它那个跳的很麻烦 所以它有好几个奇怪的route 就是它不止一个route 它有好 它本身就有好多个route 那 譬如说我自己 呃 我可能也想要有好几个我自己的route 那 这样子的 功能 这些route 就是 系统的route 是原本就有那一间嘛 然后我自己的route 要怎么样 加上去呢 呃 就是 以Canigo框架 本身的设计来说的话 我们是把 整个 网址里面的细节 也藏在 bass64 encode的字串里面 然后 这个bass64 encode的字串 会放在 leave的pass上 然后它leavepass 第一次跳转 会跳回来 然后我会把 拿到的这个 encode好的这个字串 这字串里面就 包含了所有的资讯 就是包含它的 UIL 跟它的参数 所以我今天在Line 这边开的这个 应该看到画面 OK 就是我在这个 Live Live app 这边我是开三个 就是 compact 跟foo 跟tour 就是三个高度 我只需要这三个高度而已 然后我进来之后 这边的路径是 欸 是这样子 就是Live Entry 这个是设定好的 Live Entry 但是因为我可以在它后面加上问号嘛 问号然后后面加参数 那我加了参数之后 它会根据这个参数做第二次跳转 那这个部分是框架本身有实做的 对 那你说那个 就是 我们知道说 Live Entry 的情况下在电脑板 跟在手机板上运作 其实是不一样 那在电脑板 它会以时参数 所以我 在第一次跳转之前 我就先把 拿到的参数存到 那个 那个叫什么 Local Storage 诶 是Local Storage吗 我忘记我存在哪 好像存在Session 我忘记了 反正就是我会存起来 然后让它 在第二次跳转的时候 可以拿回来 这样可以确保说 它不管在手机板 或电脑板跳转 都没问题 反正就是意思是 我的CAMIGO框架做完了 你就爽爽用就好了 对 那还有其他人有问题吗 我们还有两分钟的Q&A时间 然后欢迎举手哦 或是讲着有需要补充说明什么 之类的吗 然后今天的重点其实是Wales Template 然后那个 聊天机器人的部分是自录的啦 那请大家就是 可以帮我到这个CAMIGO上面按星星 对 给大家讲一下 OK 那你可以把网织 列出来 就是 ETIX-CAMIGO 这样子 然后这边有一些说明文件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 这说明文件 就是 是一个 Github Book的网站 然后它里面有 很多的细节 在讲 对 这有很多页 好 好 那大家可以拿出手机 然后打开Github界面 然后搜寻 搜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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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热的掌声 好 那议程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进入为期 11分钟的中场休息时间 感谢将这集大家的参与 下一场议程将在 11点20分开始 欸 喔 喔对 只有5分钟 对 进入5分钟的休息时间 然后下一场议程在11点20分 所以